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特朗普总统的春秋大美梦 在我今天整理了Professor Danny Roderick 他讲的这个课之后呢 结合我之前看他的书的一些结论 我们继续来分析 那么上次我们讲到特朗普 他对自己的这个基本经济发展 由第一产业的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 这样一个基础的经济学原理呢 他是采用一个背道而驰的主观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做的 那归根结底他为什么要做呢 包括他为什么对中国的经济政策 采取的是一个节泽而鱼杀鸡起玩的方式 这本质上我们之前讲过 跟民粹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事实上由于经济导致的民粹主义抬头 在我们任何的国家的历史上应该都不是的意思 全球的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之后呢 有这么一个亚塔体系确确立呢 大家都是闭门造车 然后有足够的根据Danny的理论呢 有足够的政策空间 让他们实施满足拉动内需啊 造成一个基本的 从因为战争嘛 导致的一些国际民生上面啊 民用呢 经济上面落后的一个快速的追赶期 这部分呢 相当于打个比喻的话 就是你是一个源 我也是一个源 大家都在一个 你原来占钱 对吧 占钱你的经济是这么大的 但你占后你经济收到这有这么小了 所以你有足够的这个范围 你可以说长大长长长长大 一直长到这么大 长到边界 那这个边界 Danny认为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WHO 中国加入WHO体系之后 但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强势介入 导致呢 本来中国是没有这么大的经济体系的 但是由于庞大的人口红利 和勤劳的这样的民族性格 导致了呢 本来他们挤压的 已经圆贴圆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空间里面呢 硬生生还要给中国分一块蛋糕 也就是从他们嘴里 硬生生是抢了一块蛋糕来自己吃的 当然他这有点主观 甚至有点违心 因为我们知道 你既然资本家 需要有廉价劳动力 帮你来做这些 我们说的血汗工厂的活 那么是中国与不是中国 来吃你这块蛋糕 你这块蛋糕总共是分出去的吧 因为比方说美国的资本家 你要来造耐克协 你美国国内的生产成本是非常高的 即使我们中国人不来吃你这块蛋糕 你也要给到东南亚那些国家 为什么没有给 两个原因基本上 一个就是成本高 一个就是他们技术低 或者是不愿意干活 是还是不是 所以这一点我是反对的 它有一点主观 但是事实上的确是我们讨论一下 自从中国加入了WTO 的确是从他们的奶酪里面 拿了一块来吃 这个不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导致了 每个国家 本来是大家都有足够的空间 你跟我之间隔了很多的距离 井水不犯河水 有足够的这样的政策空间 可以保证互相的安全距离 但是由于另外的一个人的加入 也就是我们加入了之后 导致大家的之间的这个距离 变得非常非常的近 非常非常的近 就会导致什么 就会导致摩擦 因为你是一个圆 你长大 有的时候你这个圆 就长到我的圆里面来了 我这个圆有的时候长一块 长到你的里面来了 但是有这个叫overlap 相互的重合交叠 交叠的地方就是 有经济上争端的地方 那在这种人杰人 人贴人的情况下呢 有两种解决的办法 能够把经济的发生稳定 重新拉上台面上 以免这种纷争 拿两种方法 第一种叫做 Bagger Thigh Labor方法 也叫中文的雨林为贺 代表了就是上世纪 真实发生过的 这个广场决定 日本跟美国 我这边举个例子 这个粉红色的呢 这个粉红色的是日本 蓝色的是美国 上世纪的时候 日本觉得自己经济不得了 特别是它的出口 这些叫做精细工业 电子行业 电子产品 电子器件 日本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国家当时 也进口了日本不少的东西 我上期已经讲过 这里不赘述 那么他就觉得自己跟美国 在某些方面 起码是可以一战的 于是呢 他就开始侵占美国的市场 美国发现 你这不行 对吧 那于是美国采取什么方法呢 就是雨林为贺 怎么个雨林为贺呢 你看啊 我们看上个图上 日本和美国 有了一点点的 这个交接地方 对吧 那你就有三种方法解决 我们说一种呢 你这个大元退一步 对吧 或者小元退一步 但是我们要知道 经济这个东西 可能是退不可退的 因为你发展与不发展 是在技术上 技术这个东西 就不是你想往哪发展 就往哪发展 而是你正好往哪发展 就往哪发展 它不是一个 你可以凭人力去选择的东西 你有技术升级 你才能做出这个产品 你没有这个技术升级 你想都不知道 你怎么做呢 就像你二十年前 你不可能做出一个 像现在的 现在的iPad一样 这种东西 简直就天方夜谭 在电影里面的东西 对吧 那就有两种方法 一种呢 就是双方有一方 主动退出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国际民生嘛 对吧 它要代表国民争取 最好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标准 是一种集体利益的体现 它不可能退步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被消灭 那怎么消灭呢 我们看美国是怎么做的 那它这个 某种程度上面 跟日本签了一个 不平等条约 当然日本人觉得 它也有心怀鬼胎了 但结果就是 日本经济倒退20年 具体怎么样 大家给自己 所谓叫广场协定 就是日元升值 日本人一度觉得 自己是负得不得了 连美国纽约广场 都可以买下来了 日本人觉得 自己负得不得了 但结果呢 最后就是 还是被人算计了 这个 道高一指摸高一仗 日本经济退得不20年 进入消失的20年 一直到现在 都没缓过气了 那这个是语伦为贺 怎么叫语伦为贺呢 美国不但用 一系列的政策 把日本的这个 交叉部分 全部吞并了 而且呢 因为吞并了之后呢 连带着 对日本的上下游的产业 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日本将近 三分之一的出口行业 都遭受到了 毁灭性的打击 也就是我看到 这个黑色的这块 你们看到了吗 实际上 交叉的部分 是被美国侵占 也不是侵占 美国是消灭了 这个交叉部分 连带自己的 也因为他 开除的这些政策 受到了影响 但是因为他把日本的 是彻底消灭 用关税和操控 货币的方法 所以对日本的影响更大 打气商权 打你更疼 而同时 因为日本的经济体量小 受冲击的 这个承受能力差 所以他的上下游 是雪崩式 倒霉 某种程度上说 我们强调 日本这个小规模 作坊式的生产 什么手工啊 什么这个匠人精神 那是他们没有能力 大批量生产的 一个替代品 只能进行手工和精细化 如果你的人 自动化 大批量生产的话 你能挣更多的钱 你为什么要进行 小的这种 小明经济呢 对吧 也消失到二十年 在这中间 功不可没 这个叫与灵为贺 那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good for all 你好我曹 大家好 本来咱俩贴在一起 脸对脸 肩膀对肩膀 脖子对脖子 大家都汗汗 大汗淋漓的 很难受 这时候呢 我们各退一步 我退一步 说我把这块地方 对吧 我就不跟你争 但是呢 怎么怎么着 你哪里也没跟我争 各自优势资源配契 那你听着 还可以 那我就搞这个 对吧 我把那边 哪个地方 我这个国家 本来就技术上面 有一些落后的 那我就不搞了 就给你 这是一种什么 叫compromise 叫妥协 但这种妥协 在美国看来 是不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如果 做任何妥协的话 某种程度上面 他就把自己的一些国家利益 把他的这种 弱点 给了对方 他认为这是一种弱点 这个理论是哪里来的呢 因为美国近代 一直实行的是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 就是我们如果 大家听说过的话 亚当斯密 叫国富论 国富论里面 就是第一次提出 这个重商主义 当然亚当斯密 是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 不是像这个 美国人这样主动出击 但是事实上美国人 对重商主义的理解 就是痛打老二 或者是哪个人 研究出来了什么 能够在世界上 有任何话语权 或者是有任何的资金优势的 金融优势的东西 他立马就要把它打下去 像打地鼠一样的 你冒头 你冒头 这样叫重商主义 本质上就是 由这样对商品的打击 确保自己的商品 在国际上的出口上 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 由此来收敛 一切能够巩固落实 并保留在自己国土上 制造业和固有资源的 这么一种行为 制造业是什么 就是美国到处 掠夺的那些奴奴 奴隶 对吧 种植园嘛 为什么美国人 自己要打南北战争 这个也是一个大的原因 因为北方州的不蓄奴 因为某种原因不蓄奴 这个地方比较敏感 不能讲 然后一战二战卖军火 对吧 又捞了一笔 所以呢 积累了原始的资源 然后再是一系列的 各种战争啊 对吧 没少捞石油 石油是什么 战略资源 往那里运 往往美国运 大家发现了 这重商主义 由此呢 它的科技霸权 加上美元霸权 再加上文化霸权 三大霸权 三毒鼎立 把美国拱上了 今天是这样的一个 极 极的地位 我们说一级多强嘛 多事 本来说是世界多极化 现在是一级多强 这么一个地位 大家要明白这个 那支柱呢 就是他们这个重商主义思路 特朗普他本身 就是一个商人 我们回归正题了 对吧 特朗普是怎么成长起来了 他小时候是在一个 私立学校 军事化管理的 私立学校长大的 然后呢 本科就 毕业就去从商了 接受了他老爸 小小的一笔投资 一百万美金 他的第一桶金 然后就开始炒房地产 他作为一个商人 他虽然自称 什么都懂 没有人比他更懂美国法律 什么这个懂 那个也懂 没有人比他更懂 巴斯消毒液 我估计 但是有一点 他是一个纯商人 你要说重商主义 那我个人觉得 的确没有人比他再懂了 对于怎么打击竞争对手 你想他破产 他破产了这么多次 他能不知道 怎么打击竞争对手吗 商业上的这种 本来谈得好好的 突然就反水 然后问你要更多的这种 商人嘛 无商不坚 在商严商的这种 行为特朗普是没少干的 在这个国际政治上面 也是没少干的 我们有目共睹 所以这种商人性质呢 是被他传持 非常好的传承 并且带到了执政风格上的 同时呢 由于他这个人 本来就没有受到特别系统的 这种带有逻辑性的 高等知识教育 不是进名校 他就是他就是受到教育好 好了 可能只是学了自己想学的 毕竟很多东西 像这样 你在美国的大学 假如你是 你是什么州长的儿子 或者你什么参议员的儿子 教授不会为难你的 这是肯定的 肯定的 因为你要是能为难他 你比较方便 你是参议员 你跟校董关系 肯定就非常容易搞好 对吧 要给他怎么穿小鞋 太容易了 由于特朗普本身的 这个富二代属性 和这个全二代的属性 他呢 就有很多先天的 这些也不能说缺点了 但是说特点不错 对于他所看到的 由于自由化所代替 留下来的这些绣带工人 他是非常在意的 也就是他为什么一直说 没有人比我更懂钢铁工人了 他为什么这么在意钢铁工人 各位钢铁工人是谁 低技能水平的 美国白人 也就是绣带工人 他们是没有帮他们说话的政党 以前的共和党也不太帮他们说话 于是呢 特朗普的出现 把他们放在一个非常高的地方 加上这些脑袋大脖子出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工产阶级 工人阶级呢 也是一些无产阶级的这个人 他们的诉求非常简单 我之前已经跟他讲 大家讲过了 我就要个工作 I want a job 我要了老婆 养我的孩子 然后我就开着皮卡车回家 每个星期六 我要坐在沙发里面 我收入要有啤酒 前面电视要放在橄榄球赛 生活就是这么的简单 我不想想别的 我不要听什么政策 你能还是不能给我做到 管他洪水滔天 你反正把这些东西给我挤起了 我票就是你的 所以对特朗普来说 他就是把整个问题 都简单化 具现化 他的每一个政策 基本上都是在落实 对于选民的承诺 选民要什么 他给什么 当然他本人 对这些事上的东西的理解 估计也是比较出几 像他就参与什么 WWE 摔跤比赛 他一个 你想想世界上哪一个 民选国家的总统 说白了 你去参加这种 专业的表演性质的摔跤比赛 在他们摔来摔去的 所以就比较 比较奇怪的一个人 这个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就看 发现了特朗普做一个商人 在国际政治化中间使用重商主义 为他的指导思想的这么一种现实 既然讲完了重商主义 就不得不讲博弈论 博弈论的问题呢 求读困境 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了 这边就不再重复了 这边要新讲一个东西 就是现实的博弈论的例子 举个例子 比方说苹果和华为 苹果要生产个新手机 华为呢 也要生产个新手机 但是双方对于谁生产的手机 性能和发布的时间呢 举期不定 这个时候请问大家 如果双方在今年都不发售新手机的话 是不是双方得到的利润就是0比0 双方都没有得到 如果双方都发售的话 那是不是某种程度上面 你和你的竞争对手同时发出手机 总有一些人会买你竞争对手的手机 那你原来假如没有你竞争对手的时候 你这个销量是不是相当于减少了 所以相当于最大你的销量来说 两个人基本上都是负的 大家可以理解吧 不是0比0 是负的和负的 而假如一个人生产 一个人没生产的话 那一个人是100% 一个人是0% 对吧你没生产你没有市场吗 而假如在这个时候 一个国家给予了 比方说华为 比方说苹果 出口补贴 那他就有先发优势 我们不考虑 不考虑就是某一个公司突然就先 突然就先发了 如果先发产品总会是有先发优势的 这个是博弈论的结论 假如这是同发的话 一个国家给了一边的公司出口补贴 那么他先天就有先发优势 即使两个公司同时发售产品 而且是竞品相同的竞品的话 那么这个博弈论的结果就变成 一个是负 因为他有竞争的手 对吧 一个可能是20或者30 这2030或者哪里来的 国家的出口补贴 那既然你一个国家造了出口补贴 也就是昨天我们讲过的 特朗普认为中国抢了他们的饭碗 第一大理由就是中国有出口补贴 美国也有 对吧 于是你有出口补贴 我也有出口补贴 在这个上面呢 这是主动的 对自己人好 对你不好怎么办 这是关税 于是为了继续践行这个国富论里面 与林为和的这种重商主义思想呢 贸易战这个东西必是肯定避不开 但如果我们想站在一个普世价值的角度上来想 怎么才是对全人类最好的呢 整个经济体系 那就是两个人分开 你把你的优势扩大 我把我的优势扩大 这个就是什么 这是极端全球化自由主义思想 但是这个东西可行吗 不可行 因为美国人崇尚的是重商主义 我不在意大家好 我只在意你们过得比我差 那么Daniel Roderick提出来的这个思路呢 就是你这货币有个三角 经济 国际经济也有个三角 国际经济的三角是什么呢 最上面 国家的主权 你自己制定政策 受不受人家的影响 这什么意思 你想我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是吧 大家不是这个主权 是什么呢 经济的主权 比方说 你跟我们中国 跟进了WTO之后 是不是要遵守一些WTO的规定 什么倾销反倾销了 什么知识产权保护 对吧 2000年之前倒板随便倒 人没管 你跟现在印度偷药一样的 你美国造个药 50亿美金 花十几年 什么哈佛MIT的精英 搞个十几年搞出来个药 我印度明年偷过来 这20块钱一板 然后再重新卖给你美国 美国百分之药都是印度卖的吧 就干这种事 那你跟WTO里面一开始规定 这种事情 你不能干 对吧 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 我们国内法律上 规定可以的事情 因为你WTO的协定 而不能干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国家的经济政策主权 你这个国家 在制定经济政策上 你有多少空间可以移动 那另外两个点呢 一个呢 是国内政治的民主 另外一个呢 是全球化 国际化的程度 那我们中国在什么地方 就很清楚了 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 是肯定认为 我们没有民主的 对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怎么能说是民主呢 只要你选出来的 人民选出来的 不是一个 投机倒把 投降右派 那你中国就是不民主 你别管什么制度 怎么选的 你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选出来一个汉奸 那也是民主的 美国肯定是这样的嘛 对吧 你在印度最大的民主国家 同时又宪法里面 写自己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美国不照样认为 印度很民主吗 所以就没什么可扯皮的 另外一个就是国际化 那我们既然在 在这个参加里面 西方社会认为 中国没有民主 那中国有什么 国际化 全球化的可能 另外一个是足足的 给自己制定 经济政策的空间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是谁 我们有这个足够的经济空间 可以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 当然我们这个决策 决策层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是非常小心的 97年索罗斯 居住港币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没受波及 我们大陆 没受波及 主要是因为当时 我们还没有进入WTO 资本市场非常的封闭 非常非常的封闭 那别的国家 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看 你这个欧盟 为什么英国要脱欧 他就认为 英国的这个中心 从伦敦 移到了欧盟的布鲁塞尔去了 也就是说 为了给全球化 国际化 和制定经济政策书写 我英国的民主没有了 所以这个就挺奇怪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美国 在三角里面是什么 他要不要 全球化现在 不要 逆全球化 保护回归主义的 这种保守派思想 高潮了 那他要达到两个什么 一个是国内经济政策的 完全掌控 一个就是所谓的 他们的民主 一人一票 为什么要这个 经济政策掌控是为了什么 无限印钱 无限印钱满足了谁的需求 穷人和富人的需求 苦的是谁 苦的是全世界 是不是与林为赫 只不过这一次苦的不是日本 苦的是全世界 美国放的钱 由他所有的小弟来承担 这个通货膨胀 这个重担 是加在他所有的小弟身上的 不是与林为赫 是与全世界为赫 可以是这么说 对全世界宣战 你们所有人都要给我担着 所以我之前做那首 美利坚之商说 美利坚的大厦 全世界来扛 这句话一点都不错 所以完全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 就是为了无限印钱 无限印钱满足了富人和穷人的需求 另外一个呢 就是国内的所谓的民主 保护这个民主 为了什么 为了他们投票的时候 再投给自己 也就投给特朗普 这样大家明白了吧 本质上来说 就是一颗糖衣炮弹 但是吃下去是甜的 先把你们 因为要大选了 对吧 把你们嘴里塞满糖衣炮弹 等到你尝到苦味的时候 你反正选票已经投出去了 对吧 那时候我在胃上 你怎么知道罢免弹劾 共和党人会让你们这些屁民 罢免一个共和党的总统吗 肯定不会呀 是吧 美国历史上 总统没有连任的是个位数 特朗普肯定觉得自己天纵英才 什么都懂 不可以是这种人之一 对吧 所以这一系列讲出来 当然最后的最后要讲 Danny Roderick大佬 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改变 也就是说 既然你政治上面不可能退步 经济政策又觉得要语令为贺 自己当老大的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什么可以舒缓的可能 可以预见的未来呢 就是即使美国有很多 已经预见到 可见的未来的这些学者专家 特朗普还是会一条条走到黑的 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是 呃 赤裸裸地摆在我们面前了 主要就是以后我们怎么减轻特朗普 这个泡泡炸的时候 炸到见了我们一生 这种事情好吧 怎么着 先把防护服穿到身上 是我们现在解决了当无知己的问题 之后我们可能还要再讲 这个多讲几期关于 Danny大佬 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理解 他是一个土耳其人 某种程度上参与了 土耳其国家变革 他的岳父是土耳其的一个将军 参加了土耳其的政变 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可以说是风云人物了 那么他对我们国家 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包括这个双轨制式的发展 之后我们视频会再讲 好 接下来讲 好 接下来讲 一屋窗 酒尽余欢 请小别 梦寒 请小别 梦寒 刘标愎